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3日 星期四 這節繼續John Connor 跟大家說一節國際新聞 這節要說的呢 一跳就跳到美國 這節 就是跟大家說NBA NBA當然就不是 跟大家說NBA的內容 NBA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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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都有看的 不過已經是 非常久了 我看的那些 籃球明星 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例如這個高比快人 還有我看的那些應該是米高佐敦 即是喬丹 被中國大陸變成盜版 這一節要說的是NBA 的球星 可能會遭受美國政府的制裁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就是這個 NBA球星就是 不斷 就是幫中國的品牌 做代言人 而這些中國的品牌 很明顯 就是跟 新疆 血棉花 相關 換句話說 這班NBA的球星 在美國 在做 在做明星 賺美國的錢 但是 就是去支持這些品牌 變相成為 新疆 教育營 的幫兇 所以美國政府就看不過眼了 就是要出聲 就要制止這班球星 繼續成為中共的幫兇 整件事 就是合情合理 只不過 就是美國 到現在才走到這一步 再一次看到整個美國 的輿論 和民情 已經不再是以往的情況 即使拜登 怎樣談得到也好 拜登 背後的力量 已經 不再認為 跟中共 可以那麼容易 妥協 詳細說之前請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雙頻道廣播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請大家努力點欣賞廣告 幫忙點擊廣告 盡量手動點擊 或者可以打開 升旗易得道的節目清單 用無限loop大法播放 請大家幫忙 看到藍絲的廣告 不要客氣 我們堅持 戰略就是要盡量 把藍絲的資源拿回來 所以我們也會繼續 熱烈推動香港的躺平政策 躺平政策一點也不消極 再跟大家說一次 請開 海外的戶口 你在香港 賺到錢不要緊 立即把錢搬走 在香港就奉行這個不投資不消費 的政策 或者加上不生育 視乎你個人的情況 的決定 總之 所謂什麼都不做 對他有利的事 什麼都不做 對 黃色有利對光復有利的事 全部都要做 也因為 香港的示威 或者是 反對聲音 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接下來 六四 就是我們 海外的港人 就是會 有集會 6月4日就在倫敦 會有這個 六四的晚會 本台就是會出席 也有很多 本台的友好 會出席 希望多些香港人 能夠參與 最低限度就是 代香港 不能夠 上街的人 不能夠去維園的人 做一些事情 和平的集會往往就是更大規模的抗爭 的一個 前哨戰 所以和平集會 一定要做的 當然 和平的集會 和光復 好像 相距很遠 但是小小的事情都應該做 繼續和大家說NBA的情況 中國在新疆搞再教育 就是強迫勞動 逼婦女 節育 還有 大量的種族滅絕行為 中國大陸關於新疆的事情已經受到全世界 包括 英國 美國 歐盟 就是已經confirm了 說中共在做的行為 就是種族滅絕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美國國會 中國委員會 主席 民主黨參議員 默克利 還有民主黨的眾議員 默高文 寫信給NBA 要求 以及這些球星要求他們 立即終止 繼續為那些中國品牌 就是代言 他們代言的行為 令到他們成為 新疆 再教育營 的幫兇 信件裏面就說到了 NBA和NBA球星根本就不應該就是做中共的幫兇 中共 對於維吾爾人 做出非常之嚴重的侵權 的行為 西方社會是有足夠的證據 證實這件事 這裏要插開一點點 為甚麼西方社會 會對於維吾爾人 遭受的暴行 會充足證據呢 這個就是跟 維吾爾人 在海外 就是有一個發聲的渠道有關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政治實體 因為 維吾爾人有維吾爾大會 換句話說維吾爾大會基本上 就是代表新疆的維吾爾人 分屬就是一個影子政府 一個具有代表性 能夠代表這個地方的人 亦都能夠 跟國際對口的單位 當然 如果新疆可能是要搞光復的話 當然還欠缺第2、第3步 甚至乎第4步 但是最低限度新疆維吾爾人 就是有第1步 所以接下來 我們 就是會向著這個方向 努力去思考 香港人就不要想那麼多了 努力一點 在香港 所謂躺平 繼續 把資源慢慢搬走 把資源儲起來 他日就拿來光復 維吾爾人的做法 就是使世界上 包括美國 也會出聲 他們也會提供充足的證據 包括招喚這些人證物證 上去 國際的組織作證 所以西方世界即使 聯合國受到中共控制 但是 維吾爾人依然能夠在國際舞台上 繼續發聲 所以這件事其實也很重要 美國的這封信就是直接 直接把 中國大陸 的品牌開名 包括安達 李寧 匹克 說一大堆NBA球員跟中國品牌簽合約 掛著賺人民幣 完全無視這些 人民幣來自背後 新疆血棉花 所以 警告他們 他們這些行為 就是對NBA 本身帶來聲譽的危險 而美國政府也早就已經認定了中國政府在新疆做種族滅主行為 換句話說 你幫他的品牌 代言 你的行為等同在做中共的幫兇 實際上 美國的這封信 已經相當強硬了 再說一次 西方社會 不是 好像中國大陸的戰狼外交出來 就是別有用心 居心破測 其實 說到這封信 已經是相當強硬了 直接告訴你 你現在在做的就是幫兇 換句話說 假如你不停止的話 一定會受到美國制裁 為甚麼NBA會不斷做這些事呢 因為NBA始終是只顧著做生意 而中國大陸就是NBA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海外市場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大堆NBA的球星 在所有 人權問題 包括香港問題上面 還有武漢肺炎的問題上面 全部 就是選擇 默不作聲 中國大陸對於美國政府 寫信 就是 暴跳如雷 繼續出來說美方指控就是無恥的謊言 中國大陸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地步就是 睜大眼 說大話 不介意惹難臉 我們就是樂意見到 中共繼續出來 胡亂指責西方社會 因為 其實美國已經在掌握中共 最好你就千萬不要跪下 一定要跟美國掌握到底 關稅不要叫人家減給你 是不是 又想要領著數 叫人家減關稅給你 又說雙方友好 又出來說人家在說無恥謊言 如果我說無恥謊言 我會減關稅給你 你是不是真的在發夢呢 真的很認真說 真的很認真說 中國大陸 在十年八年之前 我們沒有想過他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這個他將以前 胡溫年代 那個 強大 所謂強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被他搞到今天這樣的田地 世界是一定要圍堵他 所以 我們相信一定是有機會看到中共倒台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